黄马与巴萨的国家德比将在明天晚上23点15分打响,黄马主帅陆佩特级的帅位十分危急,在新闻发布会会上前西班牙主帅表示,希望自己在赛后还能呼吸。 可见目前洛佩特级已经陷入了绝境,对此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最新消息,如果洛佩特级下课,孔帝将是银河战舰率位的继练者,而且意大利名帅已经做好了对球队进行重建的准备,在传出孔帝和穆利尼奥要成为黄马主帅的传闻后,黄马门神库尔图瓦表示的忧虑。 不过媒体表示,孔帝如果执驾黄马,将继续信任库尔图瓦,而不会沿用黄马如今的轮回策略,纳瓦斯将在欧冠中也成为替补,除了纳瓦斯,意大利教头对于黄马对宠马赛洛也并不改冒,认为巴西边位的防守能力太差,因此孔将跑率清洗这位功勋边位。 除了后防线,本泽马也并不让孔帝满意。 除此之外,媒体表示,孔帝已经初步列出了一份领园名单,包括伊奇艾尔迪,阿拉巴都是孔帝希望得到的球员。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洛佩特级小科孔帝成为黄马先帅,要知道上赛季其达内在联赛开局阶段同样战绩不佳,甚至在首回合国家德比中主场栏败,因此奔唱比赛黄马若能在诺坎普战胜巴萨,洛佩特级肯定将继续直叫黄马。 黄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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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